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继续下一个视频 那个因为是连着一起拍的 实际上那个这支笔的话 你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很清楚 看起来好像很光亮 其实这根笔的毛痕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有没有手机屏幕 我尽量我试一下给你们拍 有些小坑是肯定了 然后因为是一个测试笔 那我就想把这支笔给那个抛光一下 然后买了两这个是叫田工吗 田工的模型膏 然后就是一个是细目 一个是极细目 那通常他们笔圈的话 他们通常是三个都买 那我就买后面两个 我就试一下那个抛光起来 呃我到时候笔盖 我就先不抛 我就抛笔杆 抛完笔杆以后 然后我就对比一下 看一下效果如何 那然后这时候再下来 对还是要做同一件事 就是要把这个笔先给拆一下 笔拆一下的话 那我先我要先拿一下那个工具 工具的话就这个 好还是这两个的工具 一样那个找好这两个口 哦 OK 还是一样 哎 有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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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干 万宝龙的笔自然真的是挺不错的 OK 应该差不多可以可以可以 整个出来了 活塞我们先放一边 再下来这个笔杆 嗯 OK 不好意思 OK 好对准 出来 因为我平常我拍视频的时候 我是看 我不是看着那个屏幕拍的 因为我屏幕很小 有手机嘛 那我是用那个 呃 我是这 呃 屏幕是放在那个 我上面 然后我我从眼睛 我我眼睛是从这个地方 就下面 手机下面这个部分 然后来拍的 嗯 抛干布的话 还是要买特别抛干布 然后呢我还是就是 对撕掉吧 抛干布我就之前我做过一期就抛纯 呃 那个什么 镀银的那个 因为镀银的能抛的话 纯银肯定能抛 但纯银能抛 镀银不一定能抛 那还是一样 我就拿这样子一块布 然后来抛一下 还是说哪里不是很专业的 也是要你们帮我指出一下 啊盒子一样啊 很粗暴的把它开了 好 先把细木的给拿一下 哎有时候他这个机械包装 挺重要 纸盒就可以不用留了 这样 扔一边去 好那这个先放一边 这个 那我们这样子 这个高级是感觉应该能用 能用不少这个 哇这个口 开的好漂亮啊 然后这样 试一下 大不了就翻车啊 希望不会 这样 这里就开开加速了 好那我轻轻这么泡完以后 那我刚刚用的是这边吗 那环保一点 我用另外一边再泡 我还有一个东西漏座就是自己的要戴手套啊 这个我没有做的 然后现在手已经洗了 所以就嗯 就是已经反正弄下去了就算了吧 OK 可以 哇哦这个稿有点 等会再洗一洗吧 这个 这是盖子什么的 对这边这边是我新我新用的 我这个好水啊这个 好回来了 那一个抛光的效果 你们现在可以对比一下两个的效果 不知道会不会很亮还是 你看左边的和右边的你看就是 左边的你看这个边上很锐利 这就是一个差别 这个东西还是挺给力的 稍微我就刚刚插了大概可能一分钟不到 那效果还是可以的 那整根的对比效果就非常明显 你看到这个整个就完全是镜面了 这边这边就没有了 而且上面看 如果你看到一些毛那个是纸巾的 刚刚是我我不太专业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 而且上面的 然后现在再试的话就试一下这边 然后比较担心一个地方就是会不会把它插脱度了 这个这个 因为这些都是镀鸡嘛 那现在我再把剩下的开一下加速 把剩下抛光一下 然后就装起来给你们看一看 好继续 我刚刚用了一下那个就用那个极细木的直接跟这个一抛 好像效果还可以 但是从我眼睛里面看嘛 现在不是镜头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能看到就是还是有点那种毛痕刮痕 但是你像如果我用那个中间的那个细木泡完一遍的 那就会那个毛痕都在细木泡完再用极细木再泡一遍的话 就没有那个毛痕了 这个还是会有 那看来就说最少还是要两个 两个那三个肯定更好 但是会更费时间一点 那这个我觉得你们好好 然后呃对这个你们来决定了好 那我就继续把这些东西给泡光完啊 好 那一个现在已经泡光完了 那我现在拿去洗一下等会再回来 好那个洗完了 然后就给你们看一下所有的效果 那这边左边可能我抛的还是呃 我可能还是需要买最粗的那个 能看到这边可能笔盖的毛痕笔帽的毛痕是比较多 但是那个从笔杆能看的还是比较锐利一点 我觉得好像抛的不是很够 然后有些小磕碰这些没有办法嘛 也不敢抛的太过火 因为这个是镀镜 然后抛过火了就感觉很容易那个对搞搞就搞砸了 那这些毛孔感觉还是还有 还是要再拿一个粗一点的先过一遍 然后再二和三 那反正呃我倒没有那个强迫症了 所以就嗯照这样子就OK了 差不多我 要求也不是很高 反正看起来新兴的有空保养一下 那保养本身也是个小乐趣嘛 好一样回去装回去我们的一个活塞 活塞的话还是一样 这里我们先进来一圈两圈三圈大概了哈 耶 然后再下来我们把那个这个呃笔环给装一下 装一下以后呢 那我们再对对回去 对回去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给扭紧看一下 对 那看一下金黄跟这边这个环这边能不能有没有贴合 好没有贴合 还是一样 那证明说三圈不是很够一 那我们就转多点 一二三四再转一圈 那基本上就是一圈和两圈的差别这个东西 好那这个进来了以后我们再把它这样子扭紧 好扭紧刚刚好了这样很完美 我们再把它打开打开以后一样 这时候我们要上这个防水膏 防水膏的地方的话我们上这个地方 或者是平常所说的一个硅油嘛 就是这个东西 那硅油我们上一下 然后再我可能需要拿一个什么东西给先用手吧 给擦一擦好像不是很够 哎 再多加一点 那 那个 这个是硅油吗是叫 还是稀油 普通话不是很好我本身 呃 那 差不多包包的一层就可以了 不用很多 擦一下手 哎 我完干比用的最多有时候不是墨水 反而是纸巾 好 那个其他刚刚看到一些小小的一个 这个没擦干净的 我们再来一下擦一下干净一点 好 那个整根比保养也算是很顺利 可以 还是一样 对准回去这个位置 当然你想先装活塞线也可以 想先装那个啊什么就是总成也可以 那现在整根这样子我们给它扭一下转一转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哎卡住可以哎这边刚好卡住这边刚好上去哎非常完美 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这样 再下来我们在 这个地方再给它挤一点 不知道这样子够不够啊 要挤多少 其实 我看有些反正就是不用钱那样子往下下 那我个人是喜欢啊对差不多 好这样子 笔尖和这边 OK 可以那整根笔就算是把盖子给盖好 好那整根笔就算是OK了 那你们呢放进的看一下这个效果 左边的会比较差一点 右边的会好一点 能看到吗 有些是都哎我整个手机屏幕上面都是指纹 那再下来对差不多啊好吧 有些那个小对没有没有差更近的 好可以了这个就整个的效果对好 那个整根笔算是哎可以完上了 估计可以还给别人了好可以了 那就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个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